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息环境下,存款利息就更加低 如果只是存款的话,很可能会跑输通胀 相比之下,债券的息口虽然会因为低息环境而有所降低 但一般都会较存款利息为高 对投资者较有吸引力 况且目前股市仍然波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如果投资者在低息环境下既想争取稳定和较高的回报 又不想承受股市波动的风险 投资债券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联储局早前已明确表示 未来几年都不会加息 所以除非联储局突然改变的政策 或者经济出现非常突然的变化 否则,低息环境预料都会维持一段长时间 换句话,投资债券仍然是目前比较稳定 像买股票那样,可以买一间公司 或者是一个国家发行的债券 现在散户都可以买到不同国家和不同地方企业的债券 好像美国国债,美国科技企业的债券 或者是本地企业的债券都有 他们给到的票息又高又低 只要这些国家或者企业不违约 你可以持有直至到期日 定期赚取利息 到期的时候也会连同本金给你 一般提供给散户买卖的债券发行机构 违约率都不高 相对稳定,在低息环境之下 可以提供到较稳定的回报 债券息率和债券价格是成反比的 所以债息跌的时候债价便会升高 而在低息环境之下 因为债息下跌,不少债券价格都有可观的升幅 债券基金是另一种债券投资选择 简单来说,投资者选购单一债券 通常是追求稳定收益 好像iBond那样 通常都会持有直至到到期日 赚取债券的利息 并且期望在到期的时候 拿回所有的本金 至于债券基金 大部分都是有息派的 但不同之处是一般债券基金 都是没有到期日的 投资者可以一直持有 比较适合一些 没有指定单一债券想买的投资者 低息环境下 存款利率接近零息 股市又持续波动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债券产品能够以稳定的利息收入 和潜在的资本增值 为投资者累积财富 而且债券市场有不同的发行机构 发行债券 并且提供多种主要货币选择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投资目标 和风险承受程度 选择合适的债券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